本岸楼市 无论过去经历多少负面因素 有社会运动、疫情等各项因素 现在有说说移民潮 但是感觉上价格真的不回 我见我身边有些朋友 也有很多支持的大淡友 现在似乎都比不住 要转态说回 似乎今年好像真的跌不下 我见我身边有些朋友 Pencher究竟是发生什么事 受什么因素的支持 可以不停地鋁破顶楼价? 是的 回看今年 情况挺有趣的 因为本身都会很担心有个楼市 有没有调整 因为去年来说 其实都是比较有调整的情况 都是1% 是的 其实是2019年中开始的调整 其实去年的调整 去到去年的2020年的4月 就比较深一点的 都差不多接近一成 但是就慢慢都平稳了 像你所说 之后好像都是上升落落 1%左右 去到今年开始1月 就发觉 这个升幅就比较显著 其实这个情况 我觉得都是看回 今年的疫情 都是比较缓和了一点 尤其是香港的情况 这个跟去年有个差别 这个其实对经济 或者大家买家的信心 都大了 是吗? 是的 那变成了楼价 看到的升幅 都是比较显著一些 其实去到 我想现在也有 例如有些指数 都是说 已经破顶了 是 去到2019年的高位 所以都是 这个情况 都会是比较 跟之前 我想很多人的预测 也不同 但是我们自己彭博 都有个研究 其实我们 本身年头 都是预期 今年会升五到十个百分点 那现在 都应该是 中的机会 都会大一点 都大 下双半年 其实我们的楼价 这边都涨了接近7% 是吧? 早两个星期 以中原城市指数来说 就连续两个星期 回落一点 但是回落了大概1% 之后 又再秋头向上 不过感觉上 最近的成交 似乎 早前些人说 好像疏干少少 而且楼价上升动力 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厉害 那就担心会不会有些消耗性上升 甚至再如果爆升的话 政府会不会要出口 甚至是出手 去按楼价 你们内部有没有研究 讨论这些? 其实我看到最近 其实这两三个月 尤其是7月开始 其实楼价升幅 就开始都会看到 慢慢就没有之前升得那么快 我想尤其最近这个两月 看到股市 其实是有一个影响在那儿 因为那个成交量 其实我们看到 上半年的成交量 其实都多 但是去到慢慢 其实那个成交量 去到7月8月开始 尤其二手方面 都是有剩下一点 那变了呢 这个也会有一个影响在那儿 因为其实 如果你有一个大的成交量 当然有特级纳赌 反映到那个楼价 就是升幅 可能会快一点 但是最近来说 其实我想 去到这些价位 其实买卖双方 都是有点 比如买家的 就会觉得 诶 升了很多 等下先 但是业主又很起硬 是的 业主又起硬 但是你想买的 那其实又会觉得 有得等下 是不是今季 是不是有得不下 股市也跌了那么多 哦 真的 fir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